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执行银川到北京的飞行任务 在银川机场起飞的时候 不是出入水塘 机上113人 55人遇难 其余大多数受了伤 王家鹏在这次空难中受了重伤 腰坠爆裂骨折 并伴双下肢劫探 之后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 走出了绝望的阴影 并在1998年 考取了设在挪威的 世界联合学院全额奖学金 成为该校录取的 第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 在世界联合大学上学期间 王家鹏不仅学习成绩优异 还在学校成立了中国文化班 向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的学生 展示传播中国文化 1999年3月 第36届世界残疾人滑雪比赛 在挪威举行 王家鹏被学校选派参加比赛 当他得知自己代表挪威的时候 就主动找到了组委会 要求以中国学生的名义参赛 最后他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为中国争夺到两枚金牌 当我迈入这个UWC的时候 托尼马康校长第一周就叫我去 他办公室问我说 我们下个月又安排学生去滑雪州 你愿不愿意去参加 那么作为这边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校长 当看到我走着双管的时候 肯定会想 我们是不是给你安排一个 其他的这个叫做活动 而托尼马康校长 他是希望给我自己这个机会去挑战 去创造更多的机会 让我自己看到我还能做什么 所以在学校的这两年生活当中呢 我不光是学会了滑雪 拿到了金牌甚至 同时呢 我也是我们橡皮艇这个滑艇队的成员 把荣誉放在身后 从UWC毕业 王嘉鹏就开始筹划在中国建立一所分校 从名下北京到长述 花了15年时间寻找机会途径和支持 在质疑声中一次次敲门 最后终于成就了今天 昆虫湖畔占地105亩的校园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创校的前期有两个父亲 对我非常重要 因为父亲是我自己的这个父亲 那么他呢一路以来一直帮助我 去这边这个叫做 把一个孩子的梦想 在他去世的时候 基本上这边这个睡着就再没有醒来 在他的包里放的 那是我们UWC2003年的第一版 当时最早的这个叫做 这个Fisibility Study 这个可行性报告 那么另外一位呢 是我挪威的非常好的一位朋友 从朋友甚至这边这个叫做 像后来像一个家庭一样 甚至他像我的挪威的父亲一样 是挪威UWC的联合创始人 马格纳·比尔格纳先生 当年呢他为了支持UWC 在中国建校 有15次来到中国 那么今天当然了 我们经过15年的努力 经过了这边这个非常曲折 当我们失败的时候 当我们每一次这边 遇到坎坷的时候 我们组建了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在多年这边 这个即使是没有希望的时候 我们仍然还有一个团队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团队 共同建政了 也共同努力到了 有的这些长途建政